大家好,我是Johnny 今天來到泰國第137天 今天我們來到唐人街這個位置做一個挑戰 同樣今天我們用300坡 看看能吃到多少樣的食物 因為我自己計算過都很久沒有來唐人街 今天就正好用這個挑戰 去和大家看看唐人街究竟有什麼特別的食物 事不宜遲,我們進入我們的片頭眼前 小小開場訊息 今天是星期六來 現在大概晚上7點多 剛剛走了一會兒 人不是太多 但攤檔已經到齊了 看看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我們又會找到什麼特別的食物 唐人街,我們很久沒有來過 觀眾,你有沒有看過我以前來過唐人街的影片 當時我們就是去餐廳吃 但我發覺餐廳的價錢太貴 而且食物方面不是太特別 不是太值 小小畫面上的展示 這個位置都是很多人來到這裡去打卡 這邊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觀眾,你應該看過我去輝煌夜市那邊 那邊的車不是太被人 這邊是車被人 安全一點,舒服一點 今天同樣有些警察出來 維持安和,維持交通的路面穩定 這個甜品我非常不喜歡吃 我不明白為什麼 這些人都喜歡吃 太甜了,我覺得太甜太癡牙了 現在我突然想看一件事 如果觀眾的你看到我這部影片 又想知道我現在是什麼時候呢 很簡單 現在是2023年的3月 觀眾看到這部影片 亦都可以等你 有個初步概念 現在3月的時候 究竟唐人街變成怎樣 晚上的情況又是怎樣 現在是星期六的時間 再說一次 這間店每次來都等這麼久 你看到左邊這裡 全部都是等剛才那間的燒食 燒什麼呢 其實都是燒魷魚 燒平時在其他地方有的食物 我又不見它特別大份 醬汁 我有猜它不會有大分別 觀眾的你呢 如果來到這裡 不用擔心 我感覺上不是太特別 但當然你都可以試完 告訴我 原來是很特別的 我可以抽時間再試 然後在螢幕上和大家分享 還有未訂閱的觀眾 記得訂閱 因為我頻道還是很小 如果你不訂閱的話 就找不到我了 真心說話 我現在要收回我剛剛說的說話 剛剛我應該未來到主要的道路 現在來到主要的道路 我不說 還以為現在是去了溝散 因為今天是星期六 我猜溝散的情況都是這樣的 觀眾的你 是不是有一點心思思想我去溝散 說多一次 溝散五、六天的氣氛 是跟一至四完全不同的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 來到泰國曼谷的話 我自己可以自行去溝散玩一下 至於我去不去溝散呢 不敢說 潑水節我一定會再回溝散的 因為那邊是一個主要的戰場 所以觀眾的你 就期待我日後的影片 這個公仔是會嚇人的 是人來的 你喜歡的話 拍完照就可以課金 支持一下他 我們又見到他了 雖然他不是拋過對面 但是呢 不如我們試試他 好嗎 他火那麼厲害 哎呀 師兄走位那麼厲害 火那麼厲害 不如試試他 我問客人是多少錢 他這裏呢 全部都是在排隊 你明白嗎 即是代表什麼 代表我走場 當然搞不定 排那麼長 一件東西排那麼長 那裏起碼要排九個字 我知道 搞不定 不合我的經濟時間 邏輯 我們現在去找另一件 如果呢 未來我的觀眾來到這裏 試剛才那裏的炒米 記得告訴我 好不好吃了 火就一流了 但是呢 不知道他除了火後 夠之外呢 有沒有特別 剛剛我問他多少錢 他都不是很遠答我 因為呢 太多客人了 他根本又不稀行 我來不來光顫 所以 加上他等那麼久的話呢 我們就 skip了他了 觀眾 在這裏未走的 你來到這裏 試完呢 記得來回我這裏 告訴我 好不好吃了 是不是真的火氣 夠呢 其他東西好不好吃呢 最好就是 你們試一試 價錢呢 都幾多告訴我 那我就有個概念了 好不好 我們現在快點找 第一樣東西吃 拖了好久了 又走到另一端的一半 感覺上呢 我今天做這個挑戰 好像有點棘手 因為呢 很多店舖 都是 進去叫一碟一碟 一碟吃 就會 那我上次吃得更快 那我現在呢 做這個挑戰 三百百萬 是不是 所以很多東西呢 左選右選 變相我這樣的 條件之下呢 這個前設之下呢 令到我們今天 好像是有些少的困難 我都不知道是因為她的店舖 做得慢 還是她真的這麼好吃 現在呢 你看到嗎 這裡全部聚集了等她 她的檔灘呢 她的檔灘呢 只有這麼小 她每次呢 只是做到 一個人的份量 現在呢 變成全世界等她 超級壯觀 這個位置 全部的人都是等這間店 好了 我們這裡位置吃吧 不如就 等了呢 20分鐘了 終於等到了 40元 不是太貴 但是呢 希望她是好吃 聞上去呢 超香的芝麻味 還有當然那種 炸的感覺 超級脆口 有一種米香味的感覺 還有一種甜度感 是 混合我口水之後呢 分泌出來 好喝 蠔無疑問呢 她超級炒鹽糕的味道 但是她 多了那種芝麻 還有花生 還有那個 口水 混合了裡面的米香味 形成的甜度感 等了十多分鐘 40匹來講 可以接受 挺好吃 挺香的 難怪這麼多人排隊等她 現在呢 非常困難 我想著 去和大家吃點小食 但是發覺 在這邊呢 唐人家這邊 搞不定 吃小食的話 好難搞 沒有什麼小食 全部都要進去店裡吃 那麼 稍為好吃一點 就排了長龍 起碼要等超過半個小時以上 剛剛呢 我們吃那件40匹的東西 已經等了20分鐘 其他要等超過半個小時 或者等九個字都等不到 剛剛呢 看到一間 她吃燕波的 100匹 很少 很少 雖然呢 我知道100匹 其實是很便宜的 但是呢 太少了吧 你看不看 小小筋 感覺上 很稀 我概念中 的燕波沒有那麼少 感覺上 我吃其他東西 這條氣 好像更順 有些水 感覺上 吃上去 感覺上好像水 在裡面 它燕波的質感 有一點粗 跟我印象中 我小時候吃過的不同 差很遠 我隱約呢 聞到一種 滾水的味道 好像是有滾水的味道 這個差平 這個真的是差平 我自己覺得差平 雖然呢 這個環境這麼惡劣 我們繼續挑戰 我們繼續挑戰 我們跟別人說這個 這個是一定好吃的 我們來挑戰 你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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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第四樣 我們的 蝦豬肉餃子 75匹 現在呢 已經吃了大概 現在呢 已經吃了225匹 但是我肚子完全不夠飽 還有呢 我吃的東西呢 並不是我最想吃的東西 只不過是 他街邊呢 買的小食呢 或者是小攤檔呢 沒有這麼有特色 逢是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都要進去店鋪裡吃 店鋪呢 如果你要想吃些 美的 所謂美的 所謂特別的呢 就要排長龍 不是排長龍的呢 都基本上要等 所以就 我今天 做這個挑戰呢 嘩 最真實的感受就是 好無助啊 我覺得我在這裡做這個挑戰 好難搞啊 好困難啊 300匹 哦 原來呢 他就是把這個 蝦和豬肉餃子 炸了它 變了5塊 你看不看到 4、5塊 炸成這樣 其實呢 這個呢 我們都有在鏡頭前 跟大家吃過 但是就沒有吃過它的炸板 可以呢 講個鹹話就是 我試過在火車夜市那邊 和試過在輝煌夜市那邊 那 今次這個地方是第三個地方 第三個地方挑戰 最困難是這裡 300匹完全搞不定 輝煌夜市那邊呢 雖然都是車來車往 但起碼呢 我還買東西吃那裏呢 舒服很多 彈性很多 這裡呢 就有得棋 但是買東西吃那方面 不夠彈性 全部都進店鋪裡才可以吃 這個呢 就是我三次 限淺的挑戰 的小小的心得 好 口感上呢 就跟平時的蝦豬肉餃子 就多了種油感的味道 還有菜呢 你會見到裡面呢 就比較多的 飽足感 都會強烈少少 因為可能裡面混了少許麵粉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就沒什麼特別了 剩下一點呢 我就在鏡頭之下吃下去了 我們再嘗試去一面吃一面看 看看有沒有其他適合的東西 現在有點強硬 可能有機會 我們下一次吃的東西 就是買一杯飲料 我們最後就用這個結尾了 最後呢 我們就以這個 275元 去結尾吧 3球雪糕 杏仁 椰子皮 OK 50匹 將接近300匹的價錢 去吃的東西 感覺上呢 就無誤了 以這個的食物 作為我們今條 挑戰影片的最後一樣食物 好 好了 就在這裡說兩句 希望呢 沒有了防風 沒有了防風麥 車聲來到 不會太吵 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收音 今天的挑戰呢 300匹做到 價錢當然是接近 但食物方面 我不是太滿意 來到這裡呢 一句到尾 進店裡吃得穩固 來到這裡呢 那些的小店 不是太特別 還有 既然都是來到這裡的時候 進店裡吃 比較會吃到一些特別的東西 當然 大家要找一下 因為這個位置 感覺上 價錢很海鮮價化 而且 價錢比其他地方偏貴 我是Johnny 如果你看到這裡都未走 記得訂閱、LIKE、SHARE 還有打開小鈴鐺 之前我給個留言 也可以的 我一定理下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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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